女生穿骑行裤就要注意些什么 首先骑行裤的结构这个样子的 裤子的裆部有一块长得很像护树宝一样的硅胶垫 这主要是用来骑行是简直保护下体用的 因为骑行裤比较贴身 外穿的时候物件会显得很明显 要是被路人看着容易聚焦在那个特殊位置 就会很害羞 所以女生穿骑行裤得有个比较强大的心理 接着因为骑行的时候运动量比较大 发热量大 骑行裤又比较贴身 然后透气性也比较好 所以骑行裤里面是不建议穿内裤的 不然会更闷热 透气性也会更差 而且会看到内裤的痕迹也显得比较尴尬 对于女生穿骑行裤还得习惯挂空档啊 最后也有不少人会选择在骑行裤外头 再穿一条瑜伽裤来避免尴尬 但是那个护垫比较大 穿了瑜伽裤 那个痕迹也是能看得到的 当然也可以选择三角裤款式的骑行裤 硅胶护垫稍微小一点没那么明显 不过硅胶垫小了 减脆效果对应也差了哦 总之女生穿骑行裤 得需要注意有一个强大的心理哈 我是不正经学姐 我懂得实在是太多了